大家好,我是病情有所好转的奥雷 今天带来世界上首部狼人题材电影 于1935年上映的《伦敦狼人》 为了找到传说中的神秘之花月影 英国植物学家格兰登带着助手维克来到了中国的西藏地区 当地居民在得知两人准备前往魔鬼山谷后下得惊慌失措 纷纷表示山谷内有怪物 因此他们是无法为其带路的 说罢一名长期定居于此的白人老者路过 居民们认为老者是怪物 一见到他就四散逃去 经过与老者沟通 格兰登确定了山谷的凶险性 尽管老者一再劝两人不要冒险 但急于找到月影的两人根本听不进去 老者无奈只能助两人好运 月影为西藏独有职务 因长期吸收月光而获得了某种特殊能力 为了找到他 格兰登和维克二人忙活了大半年 自然不会因为什么怪物就轻言放弃 所以就算听到四周传来好叫声 维克受到不明攻击 格兰登也会尽力催眠自己 说这一切都是心理作用 又经过一阵长途跋涉 格兰登终于到达目的地 并发现了月影的踪迹 就在格兰登准备摘取月影时 一只人形怪物突然出现在格兰登身后 虽然格兰登及时发现了怪物 但怪物还是在第一时间向他发起了攻击 靠着随身携带的匕首 格兰登勉强赶走了怪物 但受伤是无可避免的 毕竟这只怪物有着锋利的尖牙以及沼子 成功将月影带回英国后 格兰登立刻对其展开研究 是要弄清月影的秘密 以此完善人工月光 由于研究的时间太长 妻子丽莎逐渐感到不满 她请求格兰登别这么忙 抽空多陪陪自己 但格兰登根本不听 姑妈不好管格兰登夫妻俩的事 只能充当和尸佬 劝两人不要吵架 没办法 格兰登家族是民门忘族 因此就算是姑妈 也无法要求格兰登做什么 保罗曾是丽莎的追求者 两人从小一块长大 当初因为要出国留学 保罗被迫放弃了丽莎 这次回来 见到曾经了另一半 保罗一时有些激动 丽莎打算利用保罗 让格兰登吃醋 意识到她的存在 于是故意装出 与保罗亲密的样子 格兰登虽然对保罗有些敌意 但并未太过在意 因为保罗只是临时回国 过段时间就要走 这些年来 格兰登从世界各地 搜集了不少珍奇植物 月影只是其中之一 除了研究以外 格兰登还得应付那些 专程前来参观植物的亲朋好友 某天同样是植物学家的老游 突然找到格兰登 说自己去过西藏 并且还与格兰登有一面之缘 格兰登不记得老游 只能在旁听老游讲 老游曾经和格兰登一样 也一直在西藏寻找月影 只是他比较倒霉 月影在被带回的途中枯萎凋零 不过经过多年调查 老游了解了不少有关月影的信息 原来月影的主要作用是治疗疾病 狼人是一种灭绝人性 只懂杀戮的传说级怪物 可能是由人类转化而成 每到月圆之夜 拥有狼人血脉的人类 便会随着月光逐渐转化为狼人 月影有着压制狼人血脉的能力 格兰登明明见过狼人 却称不相信狼人是真实存在的 可能是不想与老游分享月影 月影只在月光下开花 通过老游提供的情报 格兰登利用半成品人工月光 成功骗过了月影 月影经过人工月光的照射 迅速开花变成完全形态 但在死过程中 格兰登的体毛也出现了莫名增长现象 进此仅仅格兰登立刻找借口 将家中的老胡之走 紧接着他一把拿起月影 将其刺进手背之中 没过多久 格兰登的身体便恢复如初 看样子老游说的的确是真的 格兰登之前被狼人抓伤过 可能是在那时受到了感染 导致血脉变异 次日老游不请自来 再次找格兰登答话 之所以老游会如此着急 主要是因为他知道 格兰登被狼人抓伤 受到了感染 今晚是月圆之夜 真正的月光可不像人工月光一样 只唤醒格兰登一部分狼人血脉 月影虽然可以压制狼人血脉 但有效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格兰登手上仅有两束月影 因此他最多只能自救两次 等第三次月圆之夜来临 格兰登就会彻底变成狼人 到那时他一定会在城里掀起心风血雨 为了设法自救 格兰登不得不开始阅读 有关狼人的书籍 但是很可惜 这些书里并没有记载自救之法 和之前一样 丽莎为了刺激格兰登 主动提出要跟保罗出去玩 格兰登不方便说出自己的遭遇 除此之外还要抓紧时间自救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忍痛助丽莎玩得开心 丽莎因此对格兰登失望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中的猫逐渐感觉到 格兰登身上散发出的杀意 为了保命 他迅速逃出了格兰登的视野 接着格兰登便开始 感觉自己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 不到一分钟时间 格兰登便变成了狼人模样 事已至此 格兰登不得不拿出月影自救 但万万没想到 月影竟被人剪掉偷走 实验室里只剩两只无用的花镜 保罗和丽莎最有机会进入实验室 难道月影是被他们二人偷走的 趁还能勉强控制自己 格兰登决定抓紧时间将月影抢回来 行制途中 格兰登开始不由自主的发出狼嚎声 正在参加聚会的丽莎一伙人 还以为城里来了只野狗 但保罗很快就听出这是狼嚎 经他这么一说 众人终于开始紧张 趁着夜色掩护 格兰登爬到了客房 但没想到竟刚好撞上 再次休息的姑妈 幸好格兰登还有人性 众人听到呼救赶来的也比较快 姑妈这才没有受伤 事后姑妈描述出了怪物的样貌 但在场众人却以为 他只是做了个噩梦 此刻格兰登也无法自控 恰好附近又有一名女子 于是这名女子变成了 格兰登的首个猎物 没过多久 女子被不明歹徒知己的新闻 就传到了老游这里 老游猜到袭击女子的人是格兰登 因为格兰登实验室里的月影 就是被她给偷走的 警方对女子被害案束手无策 女子的伤口很明显是大兴野兽造成的 但案发现场却又像是人为的 如果凶手是姑妈所描述的狼人怪物 那这一切就都能解释清楚 但众警员知道 怪物犯案这是不可能的事 格兰登亲醒过来后 也得知了女子被害一事 她怀疑这是自己所为 因此整天都忧心忡忡 丽莎认为格兰登是搞实验 搞得走火入魔了 忍不住损了格兰登两句 格兰登虽心有不满 但还是想尽力维持自己与丽莎的关系 等摆脱掉狼人血脉了 再好好跟丽莎道歉赔罪 除了那两株成形月影外 格兰登所带回的土壤里 还有一些月影幼苗 今天格兰登有失外株 所以只能让老仆帮忙 用人工月光照射幼苗 希望幼苗能在短时间内长大 面对依旧打算与保罗外出的丽莎 格兰登只能好言相劝 如果丽莎一定要出去玩 天黑之前必须得回家 但丽莎受逆反情绪影响 说什么都不肯听 越是叫我晚上不要出门 我就越要晚上出门 格兰登怕自己伤到丽莎 只能在外面租一间房子 人工月光的效果对幼苗十分有限 所以在今晚的月亮出现之前 它是不可能长大的 能远离丽莎就尽力远离 随着月光透过窗户 格兰登一步步的转化成了狼人 这次比上次更加严重 没会儿功夫 他就失去了身体控制权 等房东听到狼嚎声 跑到楼上查看情况时 格兰登早已不见踪影 另一边动物园里的狼 受到格兰登的杀技影响 一整夜都在嚎叫 这让瞒着妻子 偷偷与情妇约会的管理员 非常不爽 听到情妇明知道管理员有妻儿 还要与管理员乱搞后 格兰登火冒三丈 原本只是路过的他 忍不住对情妇下死手 虽然情妇在化妆过程中 无意发现了身后的格兰登 但格兰登毕竟是狼人 他是不可能逃脱的 干掉情妇后 格兰登回到了租房内 房东听到动静 立刻过来查看 结果看到了格兰登的狼人形态 原本房东打算将自己的所见死闻 通知给警方 但仔细想 警方肯定不会信 因此只能当作没看见 城里连续发生了两起 灭绝人性的分尸案 警方不得不对此高度重视 老游犹豫了一阵后 最终选择了报警 之前偷走夜影 不过是为了研究 找出彻底清除狼人血脉的办法 但很可惜 相关研究一直没有进展 而格兰登又开始疯狂犯案 为了民众的安全着想 老游不得不向警方 讲述格兰登的事 七年前 某地发生了狼人凶杀案 老游知道真相 还报告给了警长 但警长根本不信 无奈之下 老游只能选择暗中调查 即使格兰登 从寻找夜影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处在老游的监视之中 老游对他的进度一清二楚 一开始老游有和格兰登 合作研究的想法 但格兰登一直在装傻充愣 只想独自研究 而运影的数量又太过稀少 不然老游也不会选择偷窃 不管警长信不信 老游都必须提醒警长 尽快找到月影的幼苗 利用它研制疫苗 不然整个伦敦就会崩溃 等街上遍布狼人之时 再想解决 那一切都晚了 幸好那两名被害人 被格兰登分了尸 死透了无法变身 目前病毒还没有开始散播 情况还不算糟糕 与此同时 变回人形的格兰登 第一时间赶回了家中 和猜想中一样 幼苗没有任何变化 一想到自己 还要再撑一段时间 格兰登就感觉天旋地转 幸好老婆有某种办法 加速幼苗的生长 为今之计 只能让老婆世上一世 随后格兰登又找到了 自己的朋友 在朋友的帮助下 格兰登进入了一间 早已废弃的修道院 为了防止自己再次行凶害人 格兰登请求朋友 将自己锁起来 朋友虽然不明白 格兰登为何要这么做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 夜幕降临后 格兰登再次开始变身 没会儿功夫 他就变成了凶狠的狼人形态 只是没想到 丽莎因为怀旧 仅带着保罗来到了 儿时玩耍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恰好在修道院附近 虽然丽莎一直与保罗保持着距离 但保罗却是真心打算 与丽莎重修旧好 看到两人成双成对谈恋爱 格兰登的狼人血脉 瞬间便加速流淌 此刻的格兰登不仅没有理智 甚至连战斗力都上升了一个台阶 窗户上的铁栏杆 再也拦不住他了 丽莎因为与保罗玩游戏而落单 恰好他的位置就在窗户的正下方 格兰登见状 立刻对丽莎发起攻击 幸好保罗及时赶到吸引了火力 在行凶的优先级上 保罗明显大于丽莎 因此除掉保罗才是当务之急 关键时刻 保罗拿起地上的树枝 用它打运了格兰登 成功救下丽莎 事后保罗将自己的遭遇告知给了警长 警长虽然不相信保罗的讲述 但在调查无果的情况下 只能同意跟保罗走 见见那只所谓的狼人 可谁知格兰登竟趁丽莎和庸人们不注意 偷偷从家里溜了出来 警方得知此事后 立刻封锁了各大车站 但实际上格兰登并未溜走 他在老仆的掩护下 成功骗过了警方 如今月影幼苗竟开花 虽然他只能暂时压制狼人血脉 但格兰登别无选择 为了防止变身 只能将月影用掉 可谁知 躲在暗处的老游突然现身 再次将月影偷走 原来老游就是当初袭击格兰登的狼人 他也需要月影来压制兽性 也就是说他之前一直在撒谎 两人为争夺月影展开了一场大战 谁输了谁就得背负杀人凶手的名号 由于格兰登先一步变成狼人形态 这场大战最终以格兰登胜利而告终 狼嚎声响彻笑成 见到格兰登再次变成狼人 丽莎不得不致电通知警方 此刻格兰登人性尽失 丽莎因此成了她的猎物 不过还好丽莎躲避的比较及时 也非常隐蔽 格兰登见找不到人 警笛声又从外面传来 最终只能放弃行凶 就在格兰登准备离去时 保罗出现在了这里 情敌见面凤外眼红 格兰登一见到她就忍不住动手 关键时刻 丽莎主动现身新火力救下了保罗 格兰登见状便转而对丽莎下手 丽莎为了保住性命 只能尝试着呼唤格兰登的名字 谁知这一方法还真的起到了效果 格兰登的行动速度放缓 给了赶来的警察开枪的时间 随着一声枪响 格兰登终于得到了解脱 他很感谢警方的成全 让他不用再做坏事 另外也很对不起丽莎 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抽出时间陪他 为了让格兰登体面的走 警长决定放出消息 说格兰登是为了保护丽莎 免受狼人袭击而被榴弹误伤 最终因抢救无效告别了人士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 这两个人的电影 还请rait给您的电影 上海银子 在打电电影 我也在关门中 对着 谢谢大家